回到剛剛這個塗層視窗 你可以看到這個綠色代表它已經追蹤過了 那我們先討論一下aptive phase裡面的怎麼樣格放 一格一格播放是這個pitch up pitch down 前一格後一格pitch up pitch down 所以這個你要先記一下就是前一格後一格 那你看前一格後一格 那為什麼要跟你講這個呢 你看第二格是不是他就已經隔P了 所以第二格的時候呢這要怎麼辦呢 你看這個是不是就是搜索範圍 等於是第二格你要pitch down 然後你要外面要放大 你看然後中間拉過來 然後reduce creator其實基本上已經要拉高了 再來是這個要加進來嘛對不對 加進來以後呢這邊又不要 所以alter 那這個trater呢我好像調太高了 10好了 把這邊alter點一下有嗎 去掉 這個再control縮小 再alter 好 那什麼要注意呢 這邊也是不要的 所以你沒事呢 就不要拍一些建築物找自己麻煩 像這個旁邊有這些543 像這個地方也是挖一個洞 你看到嗎 這個其實到時候都會造成麻煩 好 所以呢現在再往下追蹤一格 你看這邊有一個next frame 你看 你看它位置又跑掉了 有沒有 我可以回到pitch up 然後我這邊可能也許空白鍵按下去 然後追蹤看看 它果然真的跑掉了 所以其實這個時候啊 就變得你會發現很煩 對不對 真的蠻煩的 所以 pitch down 這邊我再看一下好 它這邊的quality standard 2 fine tune feather contrast feather shift edge fuse motion blur 哇 這邊呢還有什麼 OK 所以這都沒有什麼用 天啊我才不想這樣一個一個弄呢 這個其實有比較快的方法 但是我們這個課我們沒有打算要講 比較快的方法就是直接用動態折罩 那你這邊看一下 我們再往下空白鍵 我先跟你說一下下面這個是搜索範圍 以前的話它其實是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 這可以設定範圍 有看到嗎 所以以前是這樣空白鍵按下去 就是找這一塊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 我現在實在有點懶了 就大家這樣子 一路衝下來 衝到底 爛掉就算了 我等一下會給你那個做好的檔案 不然呢一個一個那種 我拿那個美國時間 因為其實那個其實有動態 那個什麼 真正的rotto的方法 可是這個課我覺得 一開始跟你講這個你會瘋掉 所以呢先教你這個 而且其實你把房子那個 有些像這種一根刪掉 其實觀眾也不知道 對不對 講得好像對得起良心 對啊沒錯 好 沒有做得到 沒有做得到 沒有沒有不用plug in 就是追蹤然後再帶動遮罩 那就是很手工啦 我只是覺得現在就跟你講這個有點太早了 對啊 因為這個的話是就是 比較看起來好像比較厲害 但事實上它其實 它的問題點就是說 像 它這個地方等一下有個漏洞 然後還有像這個地方不是有一塊這個嗎 對不對 那其實這些東西其實都 所謂的動態遮罩比較快 我後面會講 就後面找個地方講一下 還有一個什麼叫動態遮罩 它已經快追晚了 它已經快追晚了 我想到這個 這個位置發出聲音的人是誰 好 來你看我們現在回來這邊 有沒有看到 那現在這個是我都沒有修的嗎 我現在已經就偷懶了 你看 所以它的問題點在哪裡 你看這邊 這邊是不是有所謂的chatter 就是它這個 這個邊緣其實會凹凸凸一直在動 有沒有 第二個它問題點是在這裡 有沒有 這個是我的話 我其實真的就會直接用追蹤 把那塊給挖掉算了 因為我覺得為了維持這一根 花那個時間太麻煩了 第二個呢 是這個地方我可能會用 另外一個遮罩 去把這個地方救起來 我是怕你們 一開始聽這些東西 你們會想殺我 會嗎 不會的話我就講喔 好沒有人要講話 那就還是先不要講 保命要緊 對 好 那反正我現在跟你講的方法呢 你真的要做的話 不是做不到 就是變得可能是 呃 有些東西呢 是要倒著去追蹤的 像這個是倒著追蹤 對吧 這個倒著追蹤 這邊 就是往左邊跑 但是你先不要管這個啦 你就看它這個其實是不是就 挖的差不多了 但是它就是有一些問題啊 你看這邊 是不是不乾淨 有沒有 好那你說真的要把它救回來 怎麼救回來呢 我覺得等一下再跟你講好了 就是你想做的話 你再做 好不好 這一段就是先這樣子 就是先看 那個 這個 先了解一個觀念 就是搜索範圍 這個東西 剛剛不是有講搜索範圍嗎 對不對 第二個呢 就是你可能搜索範圍 射小一點 然後先挑一條 然後去追蹤 第二個呢 是影片呢 其實有的時候 它其實比較麻煩的 就是它其實 像它這邊不是空一大塊嗎 有沒有看到這一塊 這一塊是到尾端才變大塊對不對 所以這個代表什麼 它倒著追蹤 反而是好追 你看一開始大 然後到後來是不是消失 有看到嗎 但是對一開始消失到後來出現 這個是難追的 這一塊 懂嗎 所以你現在呢 先做到哪裡 先做成像這樣就好了 好不好 那我等一下會先給你一個 已經去備完了影片 然後再來就是 我再跟你講一下正常的話 這個要怎麼處理 畫面還給你